因為一間血液透析診所被檢舉 確診病患和一般病患沒有分流 大部分就能看到 診所裡的防護用品全都堆在一起 完全沒有隔開 要是確診怎麼辦 其實是還滿分分不平的啦 覺得說這樣把 把其他的病人跟這些在現場的工作人員的 健康好像有點忽略掉 檢舉民眾好無奈 不管申訴也好 成形也好 診所和官方都沒有積極作為 防疫政策鬆綁後 這家診所開始有條件接受確診洗腎病患 確診者要等到所有病患都離開 才能由一名醫師和護理師來執行 不過疑似有醫師不想加班 就把所有患者放在同時間同空間洗腎 甚至還有這個不合理要求 其實他們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說 封問啊指令 只是說就口頭上告知說 避免引起其他的在場的洗腎病患 會引起關注 所以希望護理師人員不要穿防護衣 擔心醫護全副武裝會引起病患恐慌 診所竟然要求護理師清裝上陣 衛生局無預警機查 發現診所確實沒有落實分艙分流原則 違反血液透析規定 目前的話我們已經請診所限期改善 那如果沒有改善的話 我們會依傳染病防治法第67條 可以處六萬到三十萬之間的罰緩 疫情趨緩 但洗腎者是新冠高風險族群 還是要依規定做好分流 避免病患洗腎卻無辜染上病毒 記者留置長吳宜璇 桃園採訪不得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消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 先開始